然后我们先全心全意地陪伴孩子 照顾孩子 我觉得这才是做父母应该做的 而且兄弟 你现在自己心里最清楚 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 需要一个能全心全意帮你来救这几个孩子 照顾三个孩子的人 这个人最佳的人选 就是他们的母亲 对吗 兄弟 因为我怕他见到孩子之后 把孩子的病情不稳定的造成伤害 毕竟我们现在分开这么长时间了 我觉得你很善良 包括现在这个位置 你又不想把已经貌似已经脱离开 这个苦难圈的人再拉进来 那是不是陈一直说你对他还有感情啊 没有 当下最重的是孩子的病情 一切以病情好转为最大的目的 让他们开开心心地度过这段时间 你们就是装 你给我装出一对好夫妻的样子 这才是应该要做的 那我有个条件 你有什么条件 他见到孩子的时候 不要有激动 我怕孩子睡 打击到孩子 那倒是 真正爱孩子 是一切以孩子的健康和快乐为目的 你就是忍 你也得把你的眼泪给忍住 听见没有 你马上把情绪平复一下 待会儿孩子如果是来了 你别掉眼泪 等到平复一下心情 我问一下你 在北京你们三个人怎么生活 租房的 没有 在医院 孩子住在走廊里 每天晚上睡在走廊里 孩子头一个化疗的高烧 四十一度六 四十一度二 持续了 连烧了九天 不吃不服 躺在病床上 我入了毛巾 二十四小时 甚至不睡觉的 他才八岁啊 谢谢大家